今天村主任龙爱金要在村部招待几位特殊的客人 又是孔雀又是蛇 这场面难道村主任要开一个动物大会 龙爱金今天邀请的三位公主 这些客人分别是村里响当当的孔雀公主蛇王 以及仲查大户龙百万 不过这龙百万没来派的是助理 戴上一个帽子 来 回去等着孔雀也戴着 戴好了吧 我们戴下来 我给你说一个事 这个帽子现在我们村里 这个脱皮的帽子我们已经摘下来了 原来龙爱金今天要开的是村里致富带头人表彰大会 要说这蛇王可非浪得虚名 蛇王来了 甭管是这眼镜蛇还是银环蛇 都是老鼠见了猫 简直没点做蛇的面子 野生动物人工饲养繁殖 现在成了大山里的生意精 如今村里的养蛇专业合作社 有包含眼镜蛇 大王蛇 乌烧蛇 银环蛇等七个品种 共计三万多条蛇 虽说看起来有点吓唬人 但是都是村民发家致富的宝贝 在我们合作社下面 有27家龙户跟着我们养蛇 而且养得很好的 现在每年平均 我们这个效益都达到了三百多万左右吧 特色养殖不只是蛇 还有孔雀 这村里的孔雀山庄正热闹得紧 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个人 我们就前面的合作社 然后他们出钱吧 我们就在这里出力吧 我们就负责养经营管理和出售 然后他们就负责这份的找钱 总孔雀还有七八十个 三瓶孔雀还有小的 现在还有三百个 不管是蛇还是孔雀 这都是野生动物 没有饲养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 可不能销售啊 话说这村主任请客 龙百万竟然不来 他在干嘛呢 转钱了转钱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划 我坐手买个诺基 好 我到你们辛苦了 跟你们花点工钱 眼前这位呀 就是村里的种茶大户龙百万 龙乔华 这穿着打扮似乎跟百万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但是说起带头种植茶叶 却是实实在在的 在我们那种村里 就是种茶 每家每户都有 二十多瓶 三十多瓶都有 所以人民可能达到两毛了 每家每户 每年的收入 不过其他 就是在于收入 就是达到七万块钱 人民可能八千多余了 一件就是 千五左右都达不到 在龙乔华的带领下 村里成立了 五行苗寨茶叶合作社 茶园有四千一百亩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 我们里东村变化很大 以前我们的卫生条件很差 现在都平上了 福朗省美丽乡村的四方村 现在我们的大力开发 那个保镜房金茶 在集体经济支持下 我们的村民平均收入 每年就是达到 三千六到三千八的收入 我相信我们的里东村 以后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里东村脱贫啊 村民其心 其力断金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里东山凭借山清水秀的硬环境 和独特奇妙的民族文化软实力 大力发展黄金茶种植和特色养殖 打造了属于自己 独一无二的精字招牌 大力发展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